考察的是這個異部通信的工作特點 那我相信這套題應該沒有太大的難度 因為同步和異部它們之間的不同 本質上就是由於它們工作特點的不同 相信大家不會在這一點上犯錯誤 所以它對於異部通信方式而言 它是不採用時鐘的 只採用什麼 只採用握手 這套題的正確答案呢 選擇這個C選項 這套題講解結束